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石头 今天就是老人家帮我去认识一下那个光樱头 什么叫光樱头 因为我们年轻一代的都不知道什么叫光樱头 我们这边叫做白泥 因为是它有点白色的灰色的 在60年闹饥荒的时候 就是曾经有人把它挖出来 把它炒了炒着吃 一起去看一下 在20分钟 嗯 冷凍 冷凍 冰 5月里就有啊 这里面我放在那里面 大一点 一会来吗 一会来 你要先先先先放 嗯 你可以给看看啊 我一个香蕉的有大香蕉啊呗 嗯 没帮忙啊 就能够好 我一个人压着啊 你一个人压着啊 我也知道 我一个人压着 还没有特领啊 没有特领啊 放入鸡肉 放入鸡肉 你不想做 你不想做 好的 酸的酸的 别装着 好的 酸的酸的 别装着 好的 酸的 酸的 别装着 你不太冷啊 好的 没有好多 好的 没有好多 你不太冷 酸的 坤的酸的 坤的酸的 拿单子拿来 酸的 上眼子 这一的 这一的就是 这一的就是 双眼子 你看 这个有点双眼子 我被判断的 你不 모를 你也要不然 你不看 他肯定纯10 你要入家里想 你这个 在oso 人家 酸的酸 没了 这个好像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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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鸡叉弄得很大 我来鸡叉了 这个鸡叉 这下的黄大的鸡叉 你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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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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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就一个 那 就一个 就一个加加指的嘛 就一个了 就一个人来给他 就会拿来猪 拿来猪蚊啊 做这个陶瓷的 要捧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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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这样 这也这样 跑跑指的 出眼睛还能捧上它 这也就还捧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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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捧上它 捧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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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种的话 它就是叫做刮樱桃 你看一下 它捧捧的 对吧 因为它这个观音头呢 就不是很纯 它里面有那个 沙子 纯的 很纯的观音头 是不会这样子的 是吧 你看一下 观音头的话 现在主要就是拿来做那个陶瓷 比如说我们碗 盆子一类的 那陶瓷一类 它就有 你看一下 我捏在树上的话 它马上就捏住了 你看一下 很多这种 有点像白白的 有点像灰色的 一般都是这种颜色的 你知道吗 比较灰色的 比较灰色的 你知道吗 像一般年轻一代的话 他都不知道刮樱桃叫什么 我们这边的话叫做白泥 捏捏的 很小的时候会拿来玩的 听他们老一辈讲的话 就是在60年闹饥荒的时候 60年不是闹饥荒 闹得很厉害吗 是吧 有些人没吃的话 他就会把这种土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就是说把它洗干净 很难的就是说放一点盐 放一点油把它拿来炒 挺香的 就这样子炒多次 看一下 你看在这边的话就是很多了 你看 光他老人家他这边挖了的话 就是挺多 你看 你看 是吧 就是这一种 用手一扣都能扣出来你看 是吧 对吧 他会练在这个手上吗 是吧 挺多的你看 这也是 你看 你看 因为他这个表面上的这些 观音头啊 就是说他很多那个泥沙了 要这个挖下去 挖下去的话 你看他挖下去就是比较纯 纯都比较纯 挖到下面就是比较纯 你看 就是观音头就是 就是这种的 是吧 一般的话就是说 只有他们老人家经过闹饥荒的时候 才对这个比较深刻嘛 是吧 像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话是 对这些东西的话都 都不认识嘛 我来把这个观音头用水洗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把它洗出来 你看 你看我挖到挖了一点 你看就这样子 你看 是吧 他这就是做陶瓷用的嘛 你看摸摸在手上 你看一下 是吧 但是我这个是很粗的 他有沙子 是吧 真正的纯的光丁头的话 他就黏黏的 他没有这种沙子 我这个很多沙子 你看一下 这就是光丁头嘛 是吧 这个很多沙子不能吃的 要挖到那个底下来 底下来 它就是非常的黏 就这样 也不能这样子直接吃 不能这样子吃 直接拿来吃的 他就是说要拿来 拿回去洗干净 拿洗干净的话 就是说把它晾干 然后就是说用那个盐 放一点盐 放点油 送去炒 炒了的话 这个白头啊 也就是光丁头啊 就可以吃在肚子里面 但是就不能吃太多 如果吃太多的话 听到老人家讲的话 如果吃太多了的话 就会拉不出来 肚子会膨胀 肚子膨胀之后 那个虫子就会下垂 肚子变得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他就会下垂 下垂就会痛死掉 你知道吗 最后就拉不出来 人都会痛死掉 所以他只能一点点吃 你知道吗 很饿了 他说吃一点点 你知道吗 就会感觉到不饿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光丁头 你看我粘在这个手上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 是吧 拿来做陶瓷用的 因为现在的话 都是拿来做陶瓷 非常多这种 一般年轻人他都 年轻人都不知道 有这种光丁头 他们老一辈的 八九十岁的 他经历过六零年 那个大饥荒的时代 因为那时候有人吃 但是在我们这一大的碗 吃这个的碗 就非常非常少 在六零年的时候 几乎没有 在别的地方呢 就很多 他老人家就知道 你知道吗 知道这个东西 有人会挖来吃 那个是很几乎的事